行政院长江一华今天表示呢 318学生攻占立法院的那天晚上呢 他有亲子打给立法院长王金平 确认能不能进议场处理 决定要不要派警力 企图还原王院长当时是如何考量 毕竟是警察进入议场 所以虽然陈部长已经有获得 这个林秘书长那一边的确认 但是我为了尊重立法院起见 我在当天晚上比较晚的时间 大概是11点多 也联络上了王院长 那么王院长也是原则上赞成 当天侵入群众这件事情 我们必须及早来解决 所以他是同意我们的进来 强调攻击行动有获得王金平的同意 而王金平后来也表示呢 他在第一时间确实赞成 可是后来考虑到立委跟学生的安全 才会改变原本的处理方向 对那么多了